路虎被称作是世界顶级奢华SUV品牌 也可以说是全地形全天候SUV的典范了 在我国能开创路虎也算是土豪了 现在小编要来给各位科普一下路虎发展的曲折历程 先是被一家英国公司收购 后因为经营不善 几经转手到了福特手里 然后又从福特手中23亿转到印度塔塔集团旗下 经过印度人的包装进口到中国 从此路虎成为了受国内有钱人追捧的豪华品牌 然而你知道吗 路虎算不上是什么豪华品牌 今天我们就来深巴一下 为什么路虎算不上是豪华品牌 了解汽车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句话 修不好的路虎开不坏的丰田 显而易见路虎的毛病已经不是常见的小毛小兵了 做公差问题多 耗油高这些都是所谓豪车品牌路虎的标签 但是就算是路虎问题百出 也不影响国内土豪对他的追捧 好像就是说路虎的这些问题也是有钱人的标签 没钱 没钱你有什么资本要这些标签呢 我们再来看看 路虎在国外的口碑 根据研究显示 2017年每百辆路虎就有100家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也是如此 2014年根据美国调查机构 JDPR发布的美国汽车2014年可靠性研究报告显示 路虎的可靠性排倒数第三 每百辆以三年的路虎就约有179个问题 几乎是全美最差表现 不知道那些开路虎的土豪有没有关注过这些问题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理 其实路虎算不上什么豪华品牌 顶多算是越野车高端品牌 当然对于部分此生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车的朋友来说 路虎也算是豪华品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